小枫自尽时才醒悟 当今江湖能胜过自己的 只有一人 不是扫地僧 在天龙的末尾 耶律鸿基亲自点了十万兵马 浩浩荡荡地往辽宋边境进发 在小枫 段玉 驱逐三兄弟的强强联手之下 被生情的耶律鸿基 指得立下终身不踏进中原的誓言 就当群雄为小枫的壮举 欢呼雀跃之时 包括段玉 驱逐在内的众人都没有想到 小枫突然拾起地上的断剑 然后狠狠地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小枫认为 自己身为契丹人 却挟持了辽地 此为不忠 夹着自己又曾和耶律鸿基结为生死兄弟 却逼他立下誓言 此为不义 不忠不义之人 岂能苟活于世上 于是小枫就有了自尽之举 小枫身强体贱 内力浑厚 断剑插入胸膛之后 没有立即死去 迷迷糊糊之间 小枫脑脑海里闪过一幕幕的往事 小枫想到了阿珠 他命丧于自己长下 自己也快断气 即将在九拳之下与之相会 小枫又想到了当今江湖 他认为 自己纵横江湖数年 怕是妄自菲薄了 至少小枫起初认定的几位高手 都有致命弱点 原来小枫曾在松鹤楼 见识过段玉的六脉神剑 又和段玉比过轻功 小枫以为段玉会是一个 所向披靡的高手 毕竟六脉神剑和凌波微步 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神功 小枫也曾在邵氏山发出感叹 认为若自己和段玉的六脉神剑 正面发生对决 恐怕难以抵挡 可段玉并非是一个武痴 倒像是一个花痴 原来段玉对美色难以抵挡 六脉神剑也是实灵实不灵 加之段玉心地善良 竟和慕容傅在生死对决时 互有胜败 反观肖峰 在邵氏山一意里 示弱风虎的慕容傅 只被肖峰一抓一掷 等时就败下阵来 肖峰也曾认为 虚竹会成为下一个扫地僧 可却 亲眼所见虚竹 连一个丁春秋都无法轻松拿下 直到梅兰竹局出演提醒虚竹 施展生死福 这才降服了丁春秋 饶是如此 虚竹击败丁春秋之时 已是日落下山 足以可见虚竹虽将多门神攻聚于一身 但他和段玉一样 无法在实战之中随心所欲 反观肖峰 他只用了三技降龙十八掌 就打得丁春秋呼吸急促 撒腿就逃 那当今江湖 能胜过肖峰的又会是谁 是不是藏金阁的扫地僧 乍看之下 扫地僧的三尺气强 能轻松化去肖峰的降龙十八掌 可肖峰暴怒之下 打出的一记降龙十八掌 却硬生生地打断了扫地僧的肋骨 书中是这么写的 便在此时 肖峰的右掌已跟着击倒 砰的一声响 重重打中那老僧胸口 跟着喀啦啦几声 肋骨断了几根 那老僧微微一笑 道 好俊的功夫 降龙十八掌 果然天下第一 这个一字一说出 口中一股鲜血 跟着直喷了出来 强如扫地僧这样的高手 也经不住肖峰全力一击 而且扫地僧自己也承认 肖峰打出的降龙十八掌 已是天下第一 那笔者所说的 胜过肖峰的那位高手 又是谁 其实 肖峰自己也见过这位高手 还被这位高手敏捷的身子 惊得瞠目结舌 那时肖峰为了追寻大恶人 不断奔波劳碌 他索性一步做气上了少林寺 由于自己弃丹人的身份曝光 乔峰只能摒弃宁神 潜入寺庙 在奔入后殿的时候 金庸写道 乔峰一瞥眼间 只见一条大汉的人影 迅捷异常地 在身后一闪而过 身发之快 直视罕见 乔峰吃了一惊 好伸手 这人是谁 回掌护身 回过头来 不由地哑然失笑 只见对面也是一条大汉 担长协力 护住面门 含胸拔背 气宁如月 原来后殿的佛像之前 安着一座屏风 屏风上装着一面 极大的铜镜 他的金光尽亮 镜中将自己的人影照了出来 铜镜上 圈着四具精节 佛像前 点着几盏油灯 昏黄的灯光之下 一膝看到是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鹿亦如电 当作如是官 这个时候 肖峰才看清 将自己吓出一身冷汗的 那位高手 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在铜镜中的人影 饶事如此 肖峰仍对着铜镜中的身影 暗暗喝了一声彩 后来自己为了追寻 绅士之谜 常常周车劳顿 压根就没有认真想过 这世上能胜过 自己的高手有谁 直到肖峰 自尽后的那一炷香的时间里 种种往事 在肖峰的脑海里 一闪而过 这个时候 肖峰才猛然醒悟 当今江湖 能胜过自己的 不是段誉虚竹 也不是扫地僧 而是悲天悯人的自己 是啊 肖峰好似战神一般 就算是扫地僧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将肖峰击毙 也只有肖峰 在万念俱灰之下 方能将自己杀死 综上 尽管肖峰 被金庸塑造成了 一位悲剧英雄 但肖峰战无不胜 顶天立地的形象 却给读者们留下 极其深刻的印象 然而 肖峰的武学天赋 和实战中的表现 却很容易被读者们忽视 各位大侠 你们觉得呢